請主委 有請謝謝主委 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 好像有一點消瘦 的確是 瘦了幾公斤 大概有一公斤多吧 繼續保持瘦一點是比較健康 謝謝 今天要跟你談非常嚴肅的問題 核安演習好還要更好 確實在您上任之後 我看到我們從23號核安演習開始 到今年在準備24號核安演習 我確實看到了擴大參與 我確實看到了更周延的一個備戰狀態 畢竟演習就有如作戰 面對可能發生 我們希望永遠都不要發生的核能安全 我們要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 所以我跟您檢討 23號到現在即將進入24號的演習 我們如何好還要更好 來下一頁 首先先來感謝 經過本席的爭取跟要求 你們也努力的去跟NCC討論 我們確定在國家災害的告警系統裡頭 納入了核安的這個事項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有演習 就會有這樣一個簡訊傳送到我們的相關區域的人員 我們希望就是演習的時候會收到 不要發生真正的一個告警系統 好無論如何這個是建制了 好下一頁 那同時也跟您做一下說明 現在不只我們原能會跟NCC動起來 連在今年的3月31號 有史以來第一次以火山災害為演習主體的 由台北市政府發起的這個演習 也啟動了國家災害的告警系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天在北投的國防大學復興綱的校區 而我本人那天仍在士林 那我收到了一個簡訊 第一時間我真的也抓到 蛤大屯火山要爆發了嗎 那當天當然也引發很多人的恐慌 但是是大家漏看的 他前頭寫的非常清楚演習測試 所以這是第一次我去修了災防法之後 連大屯火山這一類的火山災害也納入我們的 國家級的災害應變的一個主要的災害項目 但我要問 那天以台北市政府來做的災害防救演習 以火山為主題 請問袁能會在這演習裡面有什麼角色 基本上我們在這個演習裡面 他們講 我很誠實的講 我們並沒有扮演什麼角色 但是他們有要求我們去觀摩 我們有去看 你們去觀摩而已 未來 在火山災害的演習 你們當然要有角色 因為我們的核一跟核二 當然你們要角色 所以這一次我希望就是第一次的演習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的演習 未來不只你是被動接受台北市政府的邀請來參與 你要主動來參與這樣的一個 以火山災害為主體的一個災救 由我們來主動 要記得其實你們是交相的 不管是你的核災演習為主軸 也要納入火山災害的概念 火山災害為主體的防災演習 也要有核能災害的相關應變措施 非常簡單的道理 我在這裡提醒 好 謝謝 23號核安演習其實就已經有納入 雖然主題是核安演習 但是就已經納入了將大屯火山的議題 納入整個演習的情境腳本 你們確實是在你們主動權的這個部分 是有做到 可是當中還是有問題 以基隆市政府在規劃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疏散人員要到安全的地區 我看到基隆市政府來規劃的這個疏散的人員 居然是要把基隆七堵的人 遷到北投復興岡的校區 第一 為基隆 命到北島也一座路很逢的 第二 北投復興岡的國防大學校區 就是大屯山山腳下 這樣的一個疏散 既然主題已經納入火山議題 卻又把人疏散到可能引發 另外一個火山危機的區域 這當然是一個錯誌 第二個錯誌 在榮民總醫院也被納入了 輻射傷害醫療之急救責任醫院 他同樣的榮總也在大屯火山的鄰近區域 所以這樣的一個責任醫院的選擇 跟疏散人力的整體都有了錯誤的選擇 所以就這個部分 你們自己的檢討也講到 以後的後備收容所 應當有其他的選項 如龜山憲兵訓練中心 巴德國防大學 烏來台電訓練中心 或是龜山國體綜合體育館 你們未來有記取這樣的教訓吧 是 OK 不會再發生同樣的錯誤 好 那下來我跟您問 下一頁 23號逝者已已 我提出我的提醒 我來跟您看 24號核安演習 今年就要上路嗎 今年就要上路 以核一場為主體的一個核安的演習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北市 就從來不在你們 以核一場為主題的核安演習的合作單位裡頭 不管你的福災救援組 支援調度組 疏散撤離組 醫療衛生組 跟收容安置組裡頭 都只有新北市 台北市不需要嗎 你剛剛23號的時候 就把榮總納進來 復興康校區納進來 那為什麼即將上路的24號核安演習 沒有台北市的合作 不需要嗎 因為24號核安演習 基本上是針對的核一 那核一正在除疫當中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的規模就會比較小 如果我沒有再好 這我要挑戰你喔 一面的區 你認為 你現在告訴我 即便是除疫中的核一場的演習 就不應當納入台北市嗎 你再說一次 我不能這麼說了 我只能講說 當初沒有考量是這個 好 我先告訴你 還是要納入 下一頁 剛剛是兵棋推演 現在是石兵演練 我告訴你 也是要納入台北市 為什麼呢 下一頁 我看到了 24號核安演習 你們整個演習的應變人員 人數從2015年的 同樣是以核一場為主的 21號演習 當時的應變人數是 2064人 2000人 到今年24號演習 同樣以核一場為演習的一個主體 你們就降到800人 因為就是你剛說的 核一在除疫中了 所以演習就可以減少規模了 有道理嗎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們整個演習的範圍 不只參與的應變人數銳減 連規模也縮減 答案就如同你說的 因為核一除疫中了 所以演習就可以做半套了嗎 下一頁 這個資訊 就是我要挑戰你的 台電公司 除疫期間 預期之意外事件安全分析 台電做的 他明確的提出 除疫期間 可能預期的意外事件 還是很多 包括與用過核子燃料 失事儲存相關的意外事件 就一拖拉苦 包括除疫作業活動 潛在之輻射意外事件 就一拖拉苦 又包括可能產生的自然災害 還有行政管制的疏失等等 我要挑戰你的就是 即便是在除疫中的核一 難道核安演習就可以人員銳減 就可以規模縮水 因為你們認為它比較安全嗎 台電的報告告訴你已經不是了 下一頁 讓我講完下一頁我讓你綜合回覆 這個是美國核管會 美國核管會的核電廠除疫最終 通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裡頭寫得非常清楚 你看我中間有highlight的字 除疫期間之作業量遠大於電廠運轉期間 故此類作業發生意外之機率 將高於電廠運轉時期 換言之 除疫期間不代表它就比較安全 也就是我說的即便合一在除疫中 未來你的核二核三場 你會繼續啟動25號26號核安演習 不能有這種僥倖的心理都縮小規模 我要在這裡挑戰你打臉你 我拿的是台電的評估 我拿的是美國核管會的評估 除疫期間還是不能打折 高規格的要做核安演習 您回應 先針對的這個 拿美國NR系的這一部分 那美國NR系這一部分呢 主要是針對的廠內的工作人員 不是廠外的 那廠內的工作人員操作師 當然也有可能擴散造成的災害啊 我同意 那另外剛才提到的有關台電的 那些項目 那些項目 我們回到前一頁 都存在 但是我們當初在分析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 這個當然我們都度過評估的 但是我們分析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 核子反應如果它還沒有在 已經沒有在運轉的話 經過時間 長久時間以後呢 它那個Decay Heat 就是它的衰退熱 基本上呢 它大概是相較於 它在運轉的時候呢 它低的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一種 在這一種的話呢 它產生事故的這個因素 就會變得少 所以說當初的 您說的是 可能產生的事故 可能少一點 但是您剛才講的 但不代表它不會發生意外事件 所以剛剛所講的我都接受 所以 主委 我認為 即將上路在今年9月份的24號 河安演習 我認為人員 應當維持 同樣的密度跟規格 我認為 同樣要納入台北市 整個規模 不能就這樣縮水 因為即使除疫期間 還是要有適當的 河安演變 演習如作戰 不要偏安 不要偏安 好不好這個部分 我們再做更多專業的討論 但我要挑戰 目前還是把台北納進去 人員不要一下就只少 剩下三分之一的演習規模 我覺得這樣真的太偏安了 好 謝謝 謝謝吳委員 謝謝 謝謝主委 接下來 有請